過去這一段時間 委託都市及區域發展學會的 李旺台博士團隊 所做的智慧國土規劃 今天就是把初步規劃的成果 在做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馬國這幾年發展得非常快速 但是畢竟我們馬國是一個領導 天鄉、島嶺分散 受限於一個自然環境以及交通的因素 我們的發展當然是受到一些限制 那現結狀 昨天我們智慧城市的一個成果研討會中 我們抓住一些比較重要的面向 希望能優先的做 譬如說我們的智慧運輸系統的整合 譬如說我們限定卡的計劃 譬如說我們智慧醫療計劃等等 希望說善願這樣子的一個資源 整合我們現有的一個系統 給政府服務的人 以前這個詞開始使用 IBM開始在談智慧地球 但是之前難道都沒有做什麼 什麼制度建設嗎 當然不可能 一直都有 所以只是說它就是一個階段性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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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只是在思考 就是說 回饋到智慧城市本身 就是說 我們到底要 做什麼事情 那我想我今天會比較分享 比較多是台北市的觀點 我想這給大家做 這些事情我們花了半年的時間 老師跟各位說 也沒那麼簡單 如果你需要的話 我們都可以 那都是公開的 都可以給各位做個參考 如果說要再做智慧公開的事情 好 那這些教育我想 這個 時間關係 我就不贅述啦 那現在就是說 我們其實有一些合作機制 我覺得這個很好啦 就是讓 讓那個 學習資源更多一點 那 我就舉個例子 老師說 我們像 像那時候柯米喊那個 一生一平板 其實那時候我們幫他做個修正 我要 總好就是資料的一個收集 那資料收集 當然要透過這種 一種運體軟體這種監測的配合 我們可以獲得到這些資料 才有辦法去做這個 智慧國土的一個 包括系統的一個運行 那現在的智慧國土 其實到部分都是由公共能先做 那未來當然是要推動到民間自主 自己來生治 那希望能夠 藉由這種民間的一個投資的力量 能夠達到我們智慧國土推廣的一個目標 那在我們連江縣的一個 入獄智慧國土的目標 當然就是在我們的 憲政的藍圖 十大願景之下 我們去建構 健康島嶼信譜馬祖 在這五岡面下面去建構 這樣子一個 一個目標 那我們希望能夠這種 打通海外交通 讓馬祖不再遙遠 這是我們未來在 在智慧國土 連江最多的上面的一個總目標 那目前呢 連江的一個 的一個智慧國土 城鄉的建設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 現在連江的這種 網路的這種 覆蓋率達百分之百 3G到了百分之五十 4G上的 覆蓋率達百分之八十 加入的網際網路 已經達百分之七十 等等 所以現在陸陸續續 都一直在建置 而且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是變上 這也讓我們 能夠 能夠去預知未來 我們連江在推動 這個波土 這一件事情 讓這種基本建設的一個 設施是非常的好的 也比較完備